航警小跑步進入班機機艙內 機上超過一百七十名旅客 已經全部請下飛機 每個座位前後左右都要看仔細 警方不敢大意 檢查的客機是虎航 從高雄飛往沖繩航班 航空公司人員低調證實 航警上飛機檢查要確認 是否真有乘客違法攜帶手榴彈 不只警方大動作清查安檢 超過一百七十名旅客 拿著大包小包行李 得重新進行登機檢查 事發班機原定在二十一號上午 九點五十五分起飛 空姐詢問五十六歲 審訊男子有沒有攜帶水 提醒記得把蓋子蓋緊 審訊男子回答沒帶水 帶手榴彈 嚇得空姐通報航警重新安檢 審訊男子攜帶的手提行李中 確認沒有違禁品 突發事件讓班機延誤大約兩小時 該開玩笑是不一定該開 不適合開玩 對啊這樣子全部的人都會被影響到 事後證實是虛禁一場 那原班機旅客重新登機 然後此班機因此延誤兩個小時 然後男子也因違反民用航空法 移送高雄替檢署 審訊男子聲稱開個玩笑 行警一聽根本笑不出來 男子遭警方帶回徵訊移送 恐怕面臨重罰 同行妻子的出國假期 彤彤泡湯 三立新聞黃啟昌 翁玉文高雄報導 FM